欢迎来到妄想世界 今天来讲一下香港有大好消息 最近真的有很多消息 尤其是香港和中国有很多利好的因素出现了 之前都差了几年 大家都很悲观 很惨 最近有好消息 但是外国很多地方 就有些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我们现在要全球看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些英国、印度、美国的消息 记住看完 顺手按一按通知键 有新片立刻通知你 要按所有通知 一出片就会提醒你 就不会错过最新的消息 有时候我通常都很快 大概15分钟至半个钟 我就会出片了 有些大件事的话 香港有什么大利好消息呢 一直都是很坏 很多时候都听到一些不是那么好的消息 最近股市急升 成交破顶 虽然有回调了一天 但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升了几千点的 内地买家急升七成 那些楼又移动了 哪个区卖得最多呢 我都经常说你要留意 那些人买哪个区 有钱的人想买哪个区 那些钱就会跟着去的 你要看看有钱的那些话事 好像股市又升了 那些人说要买房子 或者是内地过来买 又会有 那些人都说没有的 那其实现在事实 有八字黑字有成交 是真的有很多成交 有之前呢 其实香港呢 就占 内地人的那个占 香港的成交只有一成左右 十间呢 有九间香港人买回 现在不是的 十间呢 有成六间都是内地人买的 新楼啊 不是说旧楼啊 那六成雇主都说加 新楼还要加人工 你看看 人家在加拿大是完全找不到工 在英国亦都很难找工 现在你还没有失业率低之余 还要加人工 有些被人听到 真是骂死你 被BNO移民了那些 真是肯定骂死你 所以呢 这段呢 我们自己看 你觉得有用 记住赞支持一下 支持一下香港 好了 这个最近派外心 还有呢 对Henny呢 都买了很多间 那很多呢 都是内地人买的 很多内地拼音 以前呢 只有一成的 现在呢 差不多接近六成 那地区呢 最多的地区呢 就是启德 普通话拼音呢 占比例是全港最多的 那现在当然是看内地的水 还有哪里 比内地人多钱 说真的 那香港人真是窮了 很老实 我都是土生祖长 香港人 但是真是窮了 很多人都窮了 那 逆流以上的少 那我都算是比较少 異类的人 其实真是很奇怪 不过 不在公开说 这些我在patreon里面说 但是59% 即900多宗都是内地人买的 最多人买就是维管浩和Henny Park 其次是火炭 黄竹坑和Henny Park 都比较低 最多人都是看好这些区 我想网上的99.99% 都是说不好的 但是呢 你又不用理人 所以我通常都是 人家说什么我不用听 我自己觉得OK 就去做 那 越多人说是对的 未必对 所以 投资是靠自己 自己觉得OK 就买 好了 那 美股好像很厉害 但是很多人都说 喂 Robotax 昨天出了 那是不是真的救了Tesla 呢 其实Robotax的收入 只有5% 那么低 这个是有人的评论 我觉得 都挺好的 而且 它现在的PE 是80倍 Uber 那些不便宜 美股呢 都要小心一点 就是80倍PE 就是 你这间公司赚的钱 要80年才能赚回 这间公司的价值 所以PE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就是 如果大家太高股 大家要小心 就是昨晚 Tesla都回调回头 那 而且它又说得对 Uber Tax 不是个个都给你做的 就是很多地方 都在说 不让Uber做 因为其他人都找不到吃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 美股的PE 是一点都不低的 虽然现在是破新高 那就要小心 我自己都有买 但是我会小心一点 好了 近期呢 印度基金呢 是破纪录的抛售 很有趣 抛售去哪里呢 这个印度交易员就说 印度是流向中国的 不是我说的 这个高盛那边说的 印度呢 在新鲜市场呢 是占第二位的 如果中国呢 买盘多的时候呢 那些人呢 就会把那些钱调过来的了 那印度就变得很脆弱了 那就合理啊 喂 赚了我还不换回其他 所以我都有些钱呢 是换回来港股的 就是一直 这几年我都没有换过 那我都换了部分钱来港股 那我分享过了 那所以这个 有部分钱呢 是印度来的 就是很多人都说 只是北水 其实不是的 如果只是北水 不可能那么大 一定呢 有外国资金参与 那其中一个呢 是印度 我想是 外面没有人说的了 只有我一个台 记住订阅 赞赞 好了 那美国呢 首领失业救责人数是多了的 25.8万了去到 就是不是好景的 就是失业开始上升了 那你说喂 都不是很多而已 只有几个百分比 我告诉你 你可以看一下 失业率的图 我没有在那里 但每次失业率呢 都不是慢慢的上 是一支针 那样直接冲上去的 所以呢 留意了 来到大选后 我给大家一个提示 大选前后呢 就是一出的那些 就是那些 employment的数据 大家要极之留意 它一上呢 是突然间爆升的 它不会是 小小小小的上的 你可以看回 之前的图 每一个都是一个 刺针式的 直上 直下 但那一下呢 会对股市有震动的 因为呢 你现在的估值不便宜了 那有什么 数据是unfavor的 都会很麻烦的 先说一下 这个是预示的 这个是预示的 这个是预示未来 不是说今天有事 不是说明天有事 是当你失业率突然间爆升的时候 就很麻烦了 大家看实了 所以呢 就记住订阅 我这个台是 整天盯着这些数据 因为我自己 因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自己 一直有投资 而且额不小 所以我都经常看着 灵活走位 你走不及就很麻烦了 哈哈哈哈 好了 我有自己的需要 我才去看投资 我没有钱做投资 我当然不看 看来干什么 我顺便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记住 都支持一下 分享一下频道给其他人 我这里有很多不同的知识 我看过很多书 很多体会 都会和大家说 好了 新筹调查2024年 明年六成人都加工 哇 六成人加工 人家都没找到工 还有最低工资 你有没有看到 最低工资 在加拿大根本租不到房子 现在还加了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记录 都未必租给你 你说更加难 现在 明年加工都有3.6% 有人就说 要是扣通胀很少 他都傻了 通胀全球都有了 大哥 你这样计算吗 有家中信 有些都是冻身的 有些都是冻身的 但是冻身 都还有份工 最惨的是什么 最惨的 你留意一下亚马逊 我稍后再说 2024年的调查 香港是升 加3.2% 而大湾区更夸张 加4.8% 因为人工比较低 但大湾区加工只有三成 不是个个僱主都加 香港大部份都加 香港还不是福底 不知正到爆 超过一半的都会加给你 而外国 大湾区只有三成 会加给你的 虽然加幅是多一点 但整体来说 整个大湾区有几千万人 概念又好像得得地 因为我很多亲戚 现在都经常駕车上大陆玩 所以你想想 由那时候 那些人说 没可能 香港人怎会回大陆 去到 不是 两边交流都越来越多 香港不是几百万人 是几千万人的城市之一 当然是好事 那你还有哪个区 可以有这样的东西 是吧 你说去到英国 英国自从脱勾之后 就糟了 一样都加价 那现在 美国 即是你 人工不加都不要紧 Amazon 直接是炒人 那他现在 就不让work from home 那些人说 很chill 他现在不回office 就借势炒你 是吧 那就是 那些人说 到达73%的员工 就想着辞职 就是不能work from home 还有他们 直接炒1.4万个 就是管理层的阶级 上面那些都炒了 这次不是炒低层 你说低层可以replace 是吧 香港超正 有很多人移民走 还大把位给你上 是吧 他们是没办法被迫 被迫炒有 你说香港还不是福地 哎 那还有呢 那个学费要再加了 就是 如果不是呢 英国在一两年内呢 有超过一半的大学 全部是 会破产 或者呢 就日不夫之 那一定要加学费的 那你说 哪里 哪里有好处了